分別是祖母 媽媽 還有小孩 祖孫三代的遺體遭到包裹 研判已經死亡多日 而初步懷疑死者的老公痛下毒手 詳細情況連線給記者杜宜萱 好 主播 現在記得所在的地方 在新北市三重 那三重發清一起重大的命案 有一家三口疑似慘遭殺害 那回顧整起的事件 當時有一名女子是遲遲連戲不上 她的母親大概有到七天左右 驚覺不對勁是趕緊的報警 而警方到場破門是發現 屋內有三具的屍體 包括是她的母親 以及二女兒和二女兒三歲的小孩 當時都呈現已經明顯死亡了 而他們三具的屍體 都是被單的捆綁住 還棉被覆蓋住 一次死亡超過七天以上 那附近鄰居透露表示說 這個三歲小孩一次臉上有淤青 一次是她的爸爸攻擊她所造成的 那我們來聽一下 稍早訪問 那根據了解這件屋子是由她的二女兒 她的母親跟二女兒的老公 以及她的三歲小孩四人住在裡頭 不過她的二女兒的老公 目前人是下落不明 那根據了解那二女兒的老公 疑似向她的母親借了40萬元 是否是因為這40萬引發殺機 警方還要在進一步的釐清調查 那根據了解這間屋子 他們是呈現繁瑣的狀態 而屋內是並沒有打鬥的痕跡 是否是有外力介入 警方都還要在進一步的調查 以上最新交集 先把相還給棚內主播